春节之后流感疫苗打气下跌 但疫情呈现了上升的趋势 因此机关署宣布扩大开放 全民施打公废流感疫苗 本来只开放50岁以上的民众 不过今天开始全国6个月以上 没有施打的人都可以接种 直到疫苗用完为止 而根据了机关署统计 截至到2月27号 目前全国的公废流感疫苗 剩下大约有7万剂 民众可以把握机会